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少伊古,5日下令研发两套新的陆基导弹发射系统,以回应美方退出中导条约,开发新导弹系统。 少伊古5日与国防部官员开会,提及美国2日起,暂停旅行中导条约义务,着手研发新型陆基导弹。 导弹射程超过500公里,超出条约限制。弗拉基尼尔普京总统,已向国防部下达任务,采取相应举措。 中导条约1987年签署,规定美俄双方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500公里至5500公里,作为核武器运载工具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美俄近年来相互指责对方违反中导条约,2日起同时暂停旅行中导条约业务。 普京2日说,美方已经明确表明,将开始研究、开发和设计新导弹系统。 俄方同样会这么做。 按普京的说法,俄方两套新陆基导弹发射系统,将分别用于发射口径巡航导弹和远程超音速导弹。 上一股说,希望新系统2020年底完成,以便2021年启用。 At Sevilla Debt Post,7500 on the 31,新华社科威特城, 2月17日电,记者聂云鹏王威, 萨纳消息,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马丁·格里菲斯17日,成绩抵达也门萨纳。 继续推动落实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达成的关于停火和撤军的协议。 这是格里菲斯在近两个月内第五次访问萨纳。 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说, 格里菲斯抵达萨纳后,直接前往市区, 并在那里会见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 据悉, 格里菲斯此行还将与胡塞武装讨论联合国救援机构, 进入位于野门西部的河台达的粮仓的问题。 据了解, 世界粮食计划署在河台达市共处备了5、1万吨小麦, 和满足370万人一个月的需求。 由于河台达武装冲突不断升级, 世界粮食计划署, 自2018年9月起, 无法取得这些粮食。 这些粮食目前面临腐烂的风险。 同时, 野门有约2000万人正在忍受饥饿。 格里菲斯和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洛科克, 11日曾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野门冲突各方为救援机构, 进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粮仓提供便利。 2014年9月, 野门胡塞武装夺取首都萨纳, 后又占领野门南部地区, 迫使总统哈迪前往沙特避难。 2015年3月, 沙特等国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弹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 2018年12月, 在联合国卧旋下, 野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就和台达停火、 战俘交换等重要议题达成一致。 但不久, 双方就互相指责对方, 破坏停火协议。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21日再次扔下外交炸弹, 称美方应当承认, 以色列被戈兰高地低主权, 国际社会不承认, 这块或称中东水塔的战略要定是以色列领土。 特朗普治下, 继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后, 美国政府中东政策再次急转弯, 就中东和平所持立场, 进一步偏离中立, 招致批评和谴责。 转弯陛下属, 52年后, 现在是美国完全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主权的时候, 特朗普21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 戈兰高地对以色列和地区稳定具有关键的战略和安全价值, 不清楚白宫是否会就特朗普这篇推文发布正式文书。 美联社报道, 这意味着美国将成为第一个承认, 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国家。 而国际社会认为, 这是以色列占领的争议领土, 归属应当交由以色列和叙利亚谈判决定。 戈兰高地是叙利亚新南部一块狭长地带, 居高临下, 水资源丰富。 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 占领这一战略要地。 叙利亚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没能夺回。 1974年, 两国达成军队, 脱离接触协议, 在戈兰高地东侧, 设军事隔离区, 由联合国观察员部队进驻。 以色列1981年, 宣布吞并戈兰高地。 国际社会不予承认, 认定这是非法占领。 呼吁以方归还叙利亚。 以色列总理本亚明内塔尼亚胡, 寻求特朗普承认戈兰高地为以色列领土。 美国国务院上周发布一份年度人权报告, 把关联戈兰高地的文字表述, 从以色列占领, 改为以色列控制, 预示美方准备调整政策。 不过,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 特朗普借推特撒布决定, 让不少人吃惊。 一些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说, 原本预料特朗普会在内塔尼亚胡下周访问美国时宣布, 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20日到访以色列, 拒绝回答媒体相关提问。 当地时间21日上午, 依然说美方立场没有变化。 助攻送礼物, 21日是犹太教传统节日普林节, 国际媒体和政治分析师认定。 特朗普这一天宣布, 应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 是给内塔尼亚胡送上选战助攻, 内塔尼亚胡称, 这是普林节奇迹, 当天在多个场合感谢特朗普。 他再次指认, 伊朗, 试图把叙利亚作为摧毁以色列的平台, 这是以方近年来, 主张必须控制哥兰高地的一大理由。 也是内塔尼亚胡在选战中打第一张国家安全牌。 以色列定于4月9日, 举行议会选举, 内塔尼亚胡面临苦战。 尽管他自己否认, 这名以色列总理, 同时受到多项贪腐指控。 选战期间, 他反复设法, 把选民关注点, 转移到外交成绩, 以及美国、 特朗普的铁杆支持。 特朗普21日晚些时候, 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电视台采访时, 否认当内塔尼亚胡打选战, 表示不清楚后者近况如何。 但我听说他干得不错, 他说, 相信内塔尼亚胡的竞选对手, 同样会赞同美方所为。 不过, 在美国自由派犹太人游说团体这些组织主席杰里米本·阿米看来, 特朗普所作无关美国或以色列的长远利益, 而是给内塔尼亚胡送上政治礼物, 希望给后者增加连任机会。 这些组织主张, 经由和平和外交方式, 化解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 认为美国过早承认戈兰高地归属以色列是不必要的挑衅, 违反国际法。 特朗普同时有国内政治考虑, 意图显示, 共和党比民主党与以色列和犹太人更铁, 对特朗普力挺以色列和内塔尼亚胡。 他的保守派基本盘选民很吃这一套。 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 正推动国会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控制。 21日对特朗普表达支持。 中立在偏离, 华盛顿邮报报道, 特朗普这一举动, 标志着美国官方就中东和平所持中立态度的一次重要象征性逆转。 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政府, 2017年12月, 不顾国际社会反对, 改变几十年政策定位。 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2018年5月, 把美国驻义大使馆, 从特拉维夫牵制耶路撒冷。 美国在巴以和平进城中名义上的中立态势受到质疑。 巴勒斯坦因而拒绝继续接受美方调解。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 告诉路透社记者。 过去几天, 特朗普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伯尔顿, 女婿和白宫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 国际谈判特别代表, 及中东特使贾森格林布拉特, 助以大使戴维弗里德曼讨论。 所有人都支持这个主意, 蓬佩奥当地时间21日, 在内塔尼亚湖陪同下, 前往枯墙, 正是美方高官, 首次在野方总理陪同下, 造访这一位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的犹太教圣地。 除了支持内塔尼亚湖竞选连任, 法新社报道, 蓬佩奥这一举动, 同样可能被解读为美国默认以色列 对耶路撒冷巴勒斯坦, 备占领土的主权要求。 白宫打算在以色列选举后, 推出中东和平新方案。 路透社报道, 新方案的公布一拖再拖。